叙利亚陷入持续20个月的内战状态 死亡人数突破了4万人 因为人心不调 很多组织为了个人的意义 就来重用这些无知 他们逃出来的就是身上那一件衣服 我们的研究会带给他们很多的温暖 把我们台湾那份尊重与爱带过去 觉醒年代 忏悔时刻 需要大家一起来